你如何评价现任跟前任首席部长的表现呢 就是林冠英跟曹冠英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完全截然不同性格的 这个首席部长跟他们的待人主事 那么你觉得这两位首席部长 在领导槟城13年的期间呢 你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冠英是一位比较仇恨式的领导 他几乎是有仇必报的这种方式 而且分得很清楚 好像拉曼大学学院的时候 他说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支持 一个对地党成立的学院 在槟城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槟城无论是报街 无论是很多人都受到一定的打压 我们马化工会一些党员 一些面对的一些因素呢 我刚才也提到的 他可能会面对一些各种各样 因为你是马化党员 他就会采取一个比较有色的眼镜来对待 这个是仇恨政治 也许是跟他德性好斗 那么没有把整个重点 兵州我们既然要发展 为了兵州子民的父子 几乎朝野都能够对一些 兵州的发展大家坐下来 好好来研究谈 但是冠英在这方面呢 几乎就没有更好的协调和做好 几乎是正线分明 那么态度呢也比较高傲 那么这方面呢是令我们比较感到很失望的 那么现在的首长 曹关友呢比较温和中庸 而且议题上面各方面呢 他都以兵城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那么很多时候呢都可以大家坐下来谈 那么为了兵州的发展等等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待 就好像当年参与五座的首长 还没有进入国阵之前 也跟这个吉隆坡有很好的联络管道 为了兵州的发展 我发现在曹关友首席部长呢 在这方面呢 几乎做的整个工作的方向呢 就朝向这方面 为了兵州 他几乎可以跟郭政党来谈 就好像跟中央也一样 跟兵州的马华都有这个共同点 就是对兵州好的事情呢 他都不会太过于情绪化去出口